鼠蛇人无疑会对自己的运势格外关心 特别是在一个由木龙主宰的年份中 甲木尘土之事为鼠蛇人带来更深层次的变化 我在这里力图为大家带来鼠蛇人的运势精准解读 您这一年在五行相生相克的运作中 将体会到不同层面的生命运味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鼠蛇的您似火在五行中属火 而今年以木为根基 火有足够的滋养 应该是精力充沛的意念 火是旺盛 但火过则伤筋 代表着必须留意疲倦或过于强烈的情绪 可能会无形中损害到人际关系或者财运 进一步的来讲 既然木器能够为您的内在火势提供养分 那么您应该会在创造力和新想法发展方面 有显著的增长 同时 火能生土 土又代表着稳定和财富的增长 这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循环 这个循环有助于您在今年收获结实 然而 金水木火土元素间的平衡在易经来讲十分重要 您需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状态 避免火气的过往导致金气的消耗 即在情绪和精神上过于激动 而耗损自己的精力和资源 保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是保持火势适当的关键 在这五行循环之外 鼠舌的您还应注意 今年的其他工位兴修走势 您的贵人工位可能会受到极星的眷顾 这意味着朋友或者合作伙伴 会在您的事业或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给予您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人际关系上 基于过往对鼠舌人命理分析的结果 见艺术力适当的界限 兴趣相投的朋友自然会来 您可以透过共同的爱好和目标 来强化现有的友谊 并且吸引新的朋友 职业方面 您需要发挥鼠舌的智慧和敏捷 把握机会的同时 也要准备好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适当的计划和应变能力 是您成功的关键 在健康方面 由于似火容易导致筋器消耗 即可能对肺和呼吸系统造成压力 因此建议您多留意呼吸到健康 进行适量的运动 适当的放松心情与压力管理 最后 作为您的命理指导 我提醒您 尽管命理学提供了一个方向和指引 但您生命的主人是自己 实践和努力同样不可缺少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和日常的每一个决策组合起来 才是塑造未来的基石 请保持正面的态度 珍惜身边每一份感情和机会 我会以您的命理导师的身份 随时为您提供指导和支持 祝您在未来的旅途中运势繁荣 心想事成 不过既然您的属相是蛇 那么在紫微斗树中 蛇就对应于四字又代表了火 火象指出热情 活跃 有创新思维的精神面貌 所以在未来的2024年中 您有创新思维 能主动激发热情及能量的人 另外 在鼠蛇人的四字公位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四火受到了假木的 正财性耀眼的照亮 产生了声望的火势 这给您的财运 带来了一股强大的推力 使您在年运方面 有着极佳的收入前景 然而 假的木器被金索克 金刻木 今年也会遇上一些小挫折 这并不全然是坏事 适度的压力与挑战 反而更能让您看清自己 并刺激您寻找更好的自我 有时候 困难与挫折 就是最好的老师 鼠蛇的您 具有聪明灵活 计划周祥的特性 只要把握好未来的方向 进行适度的调整 就一定能化解磨难 命运就在您手中 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 而在人际关系当中 由于四字中藏有饼 耕 勿三神 这表示 您在面对人际关系时 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分析能力 饼代表丈夫公 表示您在与伴侣的关系中 是稳健可靠的更代表正印 表示您是品行高尚 深得人称赞的人 勿代表正观 表示您有着坚韧不屈的精神 今年有很好的领导力 客观来看 这些特性给你的人际关系 带来了稳固的根基 从全面运程来看 在2024年中的年运与月运 您可能会有一些转机或变数 在遇到逆境时 不妨以更开阔的心态来 看待人生 相信每一个困境 都是酝酿转机的起点 生活不如一时之八九 但只要有信心和毅力 就一定能将握在手中的机会 化为事半功倍的成果 而我 作为你的命理大师 会陪伴在你的身边 指引你前行的方向 不过 我作为一个命理师 我必须告诉您 命不能言 运不能讲 其过程只能由人去领悟 最多只能点 而不能替你化 命运除了自我修炼和努力提升之外 还有借助一些林林总总的因素 这些能量的因素 对于改变命运 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鼠舌人如 经常参加一些义工 或是做善事 既可以提升自身的善德修为 还可以为您的运程 带来无边的福祉 今天与您分享这摩多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在您未来的道路上 我祝愿您一帆风顺 万事如意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道是自助者 天助之 自度者 天度之 那些懂得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老天也会帮助他 那些懂得自度的人 命运也会来到他们的身边 助他们以臂之力 这世间有两度 一个是自度 一个是天度 自己度自己 这是本能 而老天来度人 这就是人之福分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 上天有好生之德 大地有在物之后 君子有成人之美 上天 始终有着滋润天下万物的德行 他一般都会能帮就帮 而大地 承在一切 品德特别深厚 让万物得以生长 君子 更是会帮助别人 让他人得偿所愿 人 只要有福气 那天地万物 都会来助你 所谓天和地利人和 就是这个道理 比如那些坚强不息的人 始终在挫折的道路上 顽强地走下去 相信老天会让这些受磨难者 苦尽甘来 这便是天之好报 天若度你 必有苗头 这些仙照出现在你的身边 说明老天将要度你 曾国藩说过 君子之道 以知命为第一药物 真正有本事的君子 会把了解自己的命数 当成是首要任务 知道自己的命数 才能找到正确的赛道 以此来收获到 独属于自己的成功 你有着做生意的命 那就在商业战场上拼杀 那你能够赚到多少钱 做成多大的生意 就要看你的能力和运气了 你有着做医生的命 那就在医学领域当中 好好钻研 一直生耕下去 相信你的坚持和生耕 会让未来的你有所获益 人 先知命 找好方向 再奋起一搏 如此 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 否则 像盲头苍蝇一般 撞来撞去 就很容易会蹉跎时光 浪费精力 老天 不度认不清方向的人 只会让好报降临在知命的君子身上 曾广贤文 有言 闹事赚钱 净处安身 来日风雨 去死微臣 年轻的时候 人们就该在烦恼的事迹当中赚钱 谋求生计 等到了一定的岁数 就该回到安静的天地生活了 闹事和静处 这两者看似矛盾 可实际上并不矛盾 对于普通人来说 赚钱是一回事 修养生息 又是另一回事 人 不是机器人 终究是需要劳逸结合的 年轻力壮的时候 可以拼一拼 不休息 可是 人到中年之后 如果还不休息 总透支寿命 就很容易中道而别 这种劳逸结合的观念 很多人都没有 在他们看来 自己付出了 拼命了 就肯定会有好报 只能说 他们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试想 连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老天又怎么可能珍惜你呢 凡事 要先自己珍惜 老天才会锦上添花 路有有言 山崇水富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寸 人走到了迷宫当中 就会迷失方向感 连出路都找不到 就跟身处低谷的人们一般 日子越来越难过 生活愈发变得困窘起来 也不知道 未来的出路在哪 在低谷当中 人们一般有两个表现 要么选择自暴自弃 要么选择继续熬下去 把当下的苦都当成养料 这两种选择 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 前者 一般在自暴自弃当中做傻事 轻则连家底都没有了 重则人才两空 而后者 一般都看到了曙光 转机会逐渐来到他们的身边 出路 永远都是有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就是这个道理 老天不会断绝人之出路 相反 他还会先让人在绝境当中 好好磨练自己 等有所顿悟后 再让出路出现 如此 这个人就成长了 曾世强教授 讲过自己的一番经历 在年轻的时候 他去坐车 谁知道错过了 当时他跟自己说 也许错过了这趟车是好事 不幸的是 这趟车出了意外 幸运的是 他错过了 所以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老天让你事与愿违 让你错过一些东西 就是为了保护你 有些人因为事与愿违 所以躲避了一些劫难 有些人因为错过 所以走了另外一条路 赚了不少钱 有些人因为擦肩而过 所以遇到更好的人 活得更加幸福 人们常说的人生 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其实 这所谓的不如意是 看似是坏事 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都是好事 试想 没有错过眼前人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真情的珍贵 没有身处卑微 我们又怎么可能认清楚 人心的险恶 没有跌落低谷 我们又怎么可能 遇挫遇愿 东山再起 一切事与愿违 在当下看来 是坏事 而从长远来说 是老天给我们的福报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属于蛇的朋友 在选择购防雨之夜时 应当仰赖于命理学的智慧 以作为决策的指南 命理学的精髓 在于对生辰八字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行深度解读 找到波动中的安定点 蛇年出生的您 在命理中主要代表的五行畏火 火象意味着热情 动态与变革 在选择置业方面 这样的特质意味着 应寻求那些能够匹配您个人能量的地点 首先 我们要考虑房屋所在的环境 是否与本身的五行相生 火生土 代表着火性格之人 以选择那些地视角高 周围环境开阔的房产 这类地理情势 能够让熟火的人 再进出自如终极具更多的正能量 这对于居家的幸福与未来事业的发展 均有莫大弊 其次 屋宅的方位择选 应当注重于本命年的湘和 舍与侯 即为三合 我们可以从风水学中了解到 面朝偏西或正南方向的房屋 对于属蛇的人格外有利 这选择能刺激个人旺盛的生气 进而引导更多好运流入居家与事业之中 再者 就个人八字喜记的影响来说 如果您的命盘中水元素较弱 那么选择靠近水源的置业 会是较好的选择 水能生木 木能生火 这样的选择会给您的生活带来滋养 祝您在事业上更少一层楼 此外 合适的建造年份也至关重要 一般认为 建筑年份与个人生肖相合的房屋 更能为其带来吉祥 这成为了选择的又一关键 具体而言 蛇与牛 既有内外挂的关系 建造于这两个生肖年的房屋 将更容易与居住者形成生命上的共鸣 在算命预测中 我们依据命理学的原则 可以遇见鼠蛇之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如购置西南方向的房产 将会收获顺利 若此时出现了西南方位的置业机会 一速速把握 然而 须紧记在紧接着的未来中 可能会遇到财务压力 顾在决策时需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 避免过度负债 另外 年初夏季时 出现水灾或漏水的迹象 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财运起伏 较为不安 供您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不仅如此 人际关系将会对您的置业选择 造成重大影响 生肖命理学告诉我们 和气生财 维系良好的邻里关系 将为居住环境带来和谐的气场 从而吸纳更多的财富与幸运 若您妥善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尤其是那些对您置业 有着关键影响的人 将为您的财产稳定增长 铺平道路 在风水学中 判断方位对个人的利益至关重要 要根据风水原则来确定 和重方位对您最有利 有多个层面需要细心考虑 生肖与方位 根据生肖与十二生肖的属相相冲相合规则 您可以确定与您生肖相合的方向 例如 属蛇的人与属猴和属鸡相合 则相应的方位 如西南方将会更为有力 而透过分析自己的八字命盘 确定您个人五行中所缺的元素 例如 如果您在八字中缺乏土的元素 则朝向西方或东北方 与土元素相关的房屋 对您可能较为有利 有些命理师会 根据个人目前所处的运势周期 来推定有些方位 在特定时期 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好运 这涉及到紫微斗数和流年运势的计算 以决定哪个方位在何时最有利 这里碍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其实房屋最终是要助人的 在风水布局上 房屋所在的地理环境和内部布局 同样会影响方位的选择 有买房地产需求的属蛇人 建议寻求专业风水师的建议 去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住宅的内外部环境 以达到最佳的风水效果 属蛇人要考量自身的四处八字 尤其是与年运相关的天干地支 他们会显示出 一个人在特定年份中哪些方向运势更加 在人际互动中 属蛇人与他人的相合相冲 也会影响对特定方位的感受和效果 若与某人相合 该人的疾方也会对你产生正面影响 最终决定最有利的方位 是一个综合考虑个人命理 风水规则和实际生活条件的过程 进行这样的分析 不仅需要严谨的命理知识 也需要实际观察和生活的智慧 咨询专业的命理和风水专家 可以帮助您从个人命盘出发 综合考量各种风水因素 做出最符合个人利益的方位选择 当然 即便是专业的推断 也有其局限性 运势的最终走向 与个人的异形紧密相连 在考虑以上所有建议的同时 多做好事不忘初心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信念 是您持续前行最降大的动力 通过命理学的智慧指引 何时已选 逢凶化吉 最终将会发现 命中注定的选择 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 而是一片成就梦想 收获风盈的沃土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俗话说 堂上二老是活佛 何旭灵山朝世尊 在一个家庭当中 有着德高望重的老人 这个家就兴旺了 一旦老人无德 或者德高望重的老人离开了 也许家庭就走下坡路了 老人为什么会对家庭造成 如此之大的影响呢 因为老人是家庭的顶梁柱 这根顶梁柱好不好 够不够端正 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枯荣兴衰 更重要的是 在祸事面前 老人比较有经验 懂得如何趋即避凶 如此 家庭的祸患就会减少 福气就会增多 民间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老人的话 那是可以作为参考意见的 不一定要听 但一定不能不听 终有一天 我们也会成为家庭当中的老人 为了家庭的安稳 为了家人的幸福 我们该怎么做呢 那就是守住家庭的大门 60岁到65岁这几年 该守住家门了 不要让这些货源混入家中 退休后 有些人耐不住寂寞 就经常跟身边的亲戚往来 甚至邀请亲戚回家做客 这真的能增进感情 缓解人之寂寞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 亲戚之间本就没有什么真感情 又何谈增进感情呢 同时 人到晚年 不该躲避寂寞 而应该享受这当中的孤独 亲戚来到家中 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别人的目的 并不是联系感情 而是谋求利益 或者破坏你的家庭 影响和谐的家庭氛围 有道是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信但看言终久 辈辈仙境有钱人 你穷的时候 别人不会来看望你 哪怕他们就住在你的隔壁 等你有钱了 别人就上门抱大腿 捞利益 哪怕你跟他们分隔天南海北 对于这些亲戚 人过六十 就不要跟他们往来了 没有任何的意义 也没有一丝的必要 这红尘俗世 生产最多的 莫过于是非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就注定了人多的地方 是非会数不胜数 在外面遇到一些人是人非 问题不大 最多被某些小人针对而已 只是这些是非 绝对不能招惹回家 不然会惹来大问题的 有些人不理解 家庭难道连小小的是非 都不能抵御吗 一句话就能概括 是非入家门 人心皆思变 是非 那是特别有魔力的 只要混到了家庭当中 每个家人都会疑神疑鬼 对身边的亲人不再信任 长久下去 家庭不就败了吗 身为家中的长辈 千万不要让是非混入家中 就算家中出现了 什么是非矛盾 也该及时调和 不要让是非成为 引爆家庭矛盾的活药桶 有道是是非天天有 不听自然无 你不惹是非 不理会是非 也许是非就消失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变得重视物质利益了 而缺少了对于感情的坚持 这个时候 人心就不可避免地变得险恶了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每个人都为了物质利益 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活成了行尸走肉的样子 在外面 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 在家庭当中 为了家产而跟家人斗来斗去 哪怕毁了整个家庭 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上文谈到的人心扭曲 随着利益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 人们对于利益的重视 更甚于亲情 这是不太妥的 也许利益至上的观念 会毁了一个幸福之架 试想 兄弟姐妹为了遗产而相互算计 夫妻双方为了房产钱财 而搞得你死我活 父母和孩子 也会为了钱财利益而反目成仇 家庭还能好吗 所以说 别让钱财至上的观念进入家中 家庭上有和气 幸福才能留存 人过六十 都需要面临养老的难题 养老 在以往 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在今时今日 就显得特别艰难了 养儿防老 成为了过去时 养儿啃老 成为了现在进行时 啃老 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既是环境造成的 也是父母造成的 身为父母 我们会特别宠溺孩子 认为自己可以苦一点 孩子必须要活得轻松奢侈一点 慢慢的 孩子就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了 不管家庭是否有钱 不论家底是否丰厚 都不要随便培养出啃老的孩子 能够穷养 尽量穷养 能够放手 尽量放手 孩子能够自力更生了 父母才有好日子过 孩子依旧需要啃老 就算家产千万 也终究会坐吃山空 在60岁到65岁这几年 做个严格的父母 别让孩子轻易啃老 如此 于人于己于家 都有好处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在浩瀚的命理学浪潮中 与天地宇宙的奥秘建立联系 是一件神秘而又震撼人心的事 对于鼠舌的您 2024世充满变数和机遇的一年 正如一经所言 变化乃是宇宙的常态 而您将在这一年中 体会到变化所带来的 意想不到的财富 首先 从五行的角度分析 鼠舌人在2024年 将逢火运 火运象征住财富与收获 并将在此年份中 发挥鼠舌人其极致的影响力 火金运的流动 对鼠舌人的财富 也预照住一次大的机具 从生肖命理学中 能够亏剑鼠舌人 一笔不期而至的巨款 即将到来 此外 鼠舌人在今年的命盘中 紫微斗树的财星 正好进入命宫 照亮住财运的宫位 这绝非巧合 而是宇宙能量的一种引导 本命佛如来佛与忽佑神财神的 双重祝福更是为您的财务状况 注入了一股不可多得的神秘力 再来 分析鼠舌人在2024年的健康状况 属于三元九云当中的九子离火进行中 意味着整体运势将会保持稳健 特别是健康状况显示着良好的趋势 然而避免浊气的侵袭 内心的平和与外在的和谐 同样为保持健康的不二法则 至于意外 就如同《易经》中的八卦变化多端 令人难以捉摸 鼠舌人在今年的形成计划中 需特别留意天时地利 以及人和因素 尤其当行火星和忌神 在行至偏财工与病工中相会 显示可能会有小范围的意外发生 需要格外的留意与照护 繁忙和疲劳 是导致健康问题的一大原因 从而提醒着鼠舌的你 在追求财物时 同时也要重视身体的健康 诚如上述 财运 健康与意外 这三者在2024年 对鼠舌人来说是密切相关的 财运上的丰收 需要健康来维持 而在日常的琐碎中 又隐藏了意外的种子 需要小心应对 与宇宙之谷的法则连接 聆听天地之音 鼠舌人将在这一年找到自我 获得心灵与物质上的双重丰饶 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鼠舌人也不应忽视了一经中 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 2024年 对鼠舌的人来说 除了是一个财富大丰收的年份 更是一个需要谋划和调整自身能量 以适应宇宙能量变化的关键时期 谈及天时 鼠舌人要留意节气变化 与个人运势的关联 特别是春分到夏至这段时间 宇宙能量的流动 对您特别有利 这是开展新计划或投资的最佳时机 而地利则是提醒您在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 寻找最佳位置 如风水学所言 良好的环境布局 能够增强财孕与健康 人和方面 意味着与家人 朋友及伙伴的和谐相处 能够给您带来正面能量 帮助您抵御意外 促进身心健康 在细看鼠舌人的个人运势 会发现2024年您的年柱中 会有利于财富累积的星药相助 但也有些小瑕疵 比如白虎与青龙的相冲 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争端 或是健康上的小烦恼 故此 建议您在这一年 要特别注意人际关系的维护 并留心身体的小毛病 切勿忽视 至于应对策略 鼠舌人可利用八字中的有利因素 加强财运的同时 也要调整生活方式 保持适度运动 确保身心平衡 此外 参与一些社交活动 扩大人脉 不仅能增进人和 还可能为您带来意外的财富机会 作为命理学的讲究 每个生肖在每个年份的运势 都有所不同 而鼠舌人在2024年的运势 显然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通过与宇宙能量的和谐共鸣 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 鼠舌的朋友们在收获财富的同时 也会享有健康与和谐 当然 面对未知的意外 保持一颗平和稳定的心 是最好的应对之道 最后 请记住 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 鼠舌的您 有能力让2024年成为一个 精彩绝伦的年份 无论是财运还是健康 或是与意外的周旋 拥抱变化 保持积极 让自己与宇宙能量同步 您将会发现 自己能够超越期待 达到新的高度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这么一个观念 苦 要先受 福 要厚享 有些苦 最好在早年的时候就承受了 有些福 要留在中晚年的时候才享受 如此先苦后甜 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善报 谈到先苦后甜 不少人会想到另外三个词 先甜后苦 一生皆苦 一生皆甜 这四种人生状态 构成了这所谓的红尘人间 先甜后苦 比不上先苦后甜 试想 前面甜蜜了 后面还需要受罪 那前面的甜蜜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 还是要想得长远一点 比较好 一生皆苦 这更不用说了 普通人最痛恨的 就是一辈子辛劳 打拼一生 还是一无所得 这便是无数普通人的大不幸 一生皆甜 这跟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于背景不够 没有靠山 毫无资产的普通人来说 连半生甜蜜都做不到 又何谈做到一生皆甜呢 所以说 人能够拥有先苦后甜的结果 就已经是上天庇佑了 当然 后甜不会集中在早年出现 而集中在晚年出现 一 尽力后的无怨无悔 每个人都希望最终的结果 能够好一点 所以他们永远都纠结不堪 到头来 每个人都事与愿违 活得并不如意 其实 做人没必要过分纠结 凡事尽力就好 有道是尽人事 听天命 我们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 不愧对任何人 那就无憾了 真正的后甜 不一定是终晚年的大富大贵 也不一定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 而是为人处事的问心无愧 二 对于当下生活的满足 人最大的福报 莫过于知足常乐 人最大的不幸 莫过于人心不足舌吞向 过分贪婪 只会让人心向恶 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和愉悦 现代人之所以感觉不到后甜 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知足常乐的观念 人 有的吃 有的穿 还不满足 还要求什么呢 一念知足 内心皆安 一念贪婪 万象俱灭 三 一笑置之的释怀 年轻的时候 我们对很多事都比较反感 认为这里不好 那里不对 后来才发现 这个世界没有错 只是我们的心不够释怀罢了 对于能解决的事 我们不妨一笑置之 对于无法解决的事 我们也要一笑置之 能解决 就没必要忧伤 不能解决 那忧伤也没有用 年龄 那是很有意思的 五十岁之前 不少人都活得迷迷糊糊糊 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五十岁之后 人们才逐渐恍然大悟 这五十岁便是一个分水岭 淘汰了一部分人 也让一部分人得以苦尽甘来 当然 五十岁只是开始 到了五十五岁 我们才走向了新的人生阶段 在现代社会 从五十五岁开始 不少人就准备退休了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既跟当下的选择有关 也跟以往的因果有关 以往有一定的准备 当下养成了积极的心态 那人之福报 自然就不期而至了 有道是心若向阳 无谓悲伤就是这个道理 以往没有准备 做了不少的措施 当下也没有什么好的心态 如此下去 这生活不就越来越难 晚年越来越不顺了吗 五十五岁之前做了什么 成为了过去时 但因果依旧存在 五十五岁之后拥有了什么 才是现在时 每一环都扣得好 每一环都做得对 自己就会安好 家庭就会安稳 人到晚年最大的幸运 就在于一家老小平安 能吃能睡能笑 万事无忧 一半精明 半糊涂 不偏激 人越老 不能越偏激 反而要越中庸 走中间的道路 一半精明 一半糊涂就好 没必要走极端 让心态愈发变得偏激 对于身边的小事 能够不理会 那就不去理会 对于某些急需解决的大事 要当机立断 如此松紧有度 生活将走上正轨 二 不争不愿 不怒不恨 越是上了年纪 越是感觉到 控制情绪的重要性 怨恨太多 不是好事 强求太多 会违背天意 顺其自然 静待花开 反而会更好 生活 不一定让我们顺心如意 只是 我们的心如何想 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所过的 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生活 还有心灵上的日子 人 最难做到的一件事 便是放过 对于别人 不放过 对于琐事 不放过 对于身边人 也不放过 到头来 我们就会走入到死胡同当中 选择握紧拳头 我们啥都得不到 选择张开双手 我们将拥有全世界 人过五十五 该放下了 一切红尘事 皆在笑谈中 仅此而已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鼠蛇之人 五月春夏之交 万物蓬勃的时节 命理上来看 五行鼠火的蛇 在此时节 或将迎来一波新的能量波动 本月 春季渐去 夏意渐龙 表象上看 蛇人运势如同季节转换 亦有转折之兆 从此月的阳气渐长中 我们可以遇见鼠蛇之人 将面临大量新机会的出现 五月的运势 一如早春的萌芽 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五行火运势的活跃能量 让你有着向外扩展的冲进 无论是事业发展 还是人际交往 都处于一个积极 向上的节奏 但火象过望 也可能带来急躁 所以在感情与人际关系上 需保持平和之心 方能化造为何 在事业方面 鼠蛇的朋友 或将迎来诸多机遇 挑战与则任并存 在此时期 若能正面迎接每一次挑战 则能见证自我实力的提升 且此举将为未来的事业发展 奠定更坚实的基势 五月虽好 但也需提防 虚花浪费 不宜过度挥霍 财运方面 火旺可带来旺盛的财运 但同时也可能伴随 投资上的波动 应当谨慎理财 适时寻找专业建议 谋定而厚动 方能在五行相声向西的法则中 取得财富增长的良机 若骤然而畏 恐泄露财气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健康而言 属蛇者 以注意饮食条理与情绪管理 火旺之项提示 您要多加留意心肺健康 适量运动与适当休息 将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关键 在转机之际 需格外注意内外环境的变化 避免因气候转换带来的不适 在五月的变化中 属蛇的朋友们 硬把握住火元素 所代表的创新与变革精神 同时 虚正视火锅望带来的冲动与焦躁 要以平和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转变 倘若能在变动之中 保持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 定能充分利用这股强劲的火象能量 带来优质的生活与事业发展 生活中的大小事物 均可是做磨练心智与品性的良机 属蛇的您 不妨在此时期 加强自我反省与内在修为 从而在未来的每一步 都走得更稳更远 记住 五月的火势虽然胜 但过剩则伤 故在发展与拓展时 也不妨多加留意 这将是您运势顺利的保障 五月的蓝天白云 也许正是您命运的一夜翻转 未属蛇的您 皆是五月的运势 我们借由命理学的气韵 深入探讨 分析所隐藏在数字和元素中的资讯 每一个期望 每一个变化 都是属蛇人命运旅程中的一个篇章 我们可以从十二生肖的属相 相和规则得到一些启示 根据这一规则 属猴和属鸡的人 与属蛇的人有较好的缘分 机会就在相遇中生出 您的五月运势或许与这两个生肖有关 吉祥的时刻悄然来临 与猴 吉祥和的西南方 或许能成为您的财富宝地 再来想一想元素的力量 我们所谓的五行 从属蛇人命盘来看 您的生命元素中 像纸金钱和财富的水元素 似乎较为稀缺 但不妨及元素的流动 意味着变化的可能 赴南方寻水 也许能给您的财富 带来娇嫩的春雨 让我们在西审市时间的轮转 它会为您的运势 注入新的活力 依据紫微斗数和流年运势的计算 旺盛的五行土 正在您的五月运势中崛起 土绘化生金 其中暗含的金元素 能为您的事业 带来一股新力量 风水的变化 犹如生活的流动 出入口的方位 室内的空间布局 都会对您的运势 产生微妙的影响 根据风水规则 将您的财位 设置在东方或南方的房屋 有可能会为您的五月运势 带来丰饶的收获 如同四季轮回 人生也有高低起伏 看清楚自己的四主八字 就能洞悉您在特定时刻的运势 五月看似平稳的运势背后 实则藏着巨大的变数 只要多加观察 抓住时机 这些变数 就可能为您的运势 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 从人际关系出发 深入剖析 您与他人的命力交合 五月的运势 或许藏在与他人的交流互动中 您的运势起伏 如同与他人的命力交合 与冲突 有时畏畏壮观 有时波涛汹涌 而与您命力相合的人 特别是他们的疾方 或许也会是引领您走向五月好运的重要力量 各位 希望这些预测 能为您的五月描绘出一条充满希望的路 总而言之 五月是个蛇人事业发展 与内在修为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大自然生气盎然的月份中 将五行理论与个人努力相结合 并通过合理规划与冷静应对 便能够使本月的运势发挥到最佳状态 这一切都需要一颗坚定而敏锐的心 以及对平衡和协生活的追求 专业的命力指导 能为您提供方向 忠您的智慧与行动 将决定最后的成果 请记住 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些分析预测 只是一种参考和指引 真正的成功来自于您内心的决定 和勇往直前的行动 而我会在这里为您提供力量 陪您一同走过每一个月份 每一个季节直到最后的终点 祝愿每个鼠舌的朋友 都能在五月的时光长河中 找到自己的舞台 实现自己的梦想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 谢慈悲剃度在连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诈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人随着缘分而来 也随着缘分而去 一辈子到头皆是一场空 来时并无牵挂 归去也没有牵挂 于时空当中随风飘散 不管是谁 哪怕是王侯将相 有钱之人 也无法逃避归去离开的宿命 就跟花草树木一样 终究会在秋冬之时 逐渐凋零 有道士诞生本无异 归去无踪迹 尘世万般人 来往皆由命 来到这个世界 那不是人可以决定的 归去之后 也许就不留痕迹了 这尘世间有千千万万人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不可强求 既然说归去不可避免 那我们就该清楚 人在归去之前 会做出什么事 如此 我们才能做好物质上 以及心理上的准备 亲人归去之前 通常会做出这几个举动 家人要有一定的准备了 每个人都如同一株庄稼 要么被人收割了 要么落在了尘土当中 凌落成尼免做尘 这尘土 对于人们来说 便是故乡 我们在哪个地方长大 就希望回到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 始终保留了一丝 对于故乡的眷念之情 在父母六十岁那年 老陈就接父母到大城市养老 过了十年 父亲就跟儿子说 自己想回到老家看一看 不想留在大城市生活了 老陈答应了父亲 没想到 在回到故乡的一个星期后 父亲就离开了 对此 身为儿子的老陈也感慨 原来 父亲只是想落叶归根罢了 年轻的时候 也许人们会嫌弃故乡贫穷 不够发达 到了中年 或者到了晚年 这种嫌弃的想法 会逐渐消失 等到了即将归去的时候 人们就不会嫌弃了 反而特别思念 抬头遥望故乡月 由此皆是故乡人 时光匆匆年岁渐 相情于新盛从前 在曾国藩归去的那一天 曾国藩就让孩子 扶着他到花园当中走一走 同时 他也跟孩子说了一些 家长里短的琐事 走了一会 曾国藩就说 脚有点妈了 就让孩子扶他到书房休息 曾国藩在椅子上端坐不久 就离开了 得以善终 为什么曾国藩会在归去之前 跟孩子说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呢 因为他感知到大县将至了 有些心底话 如果不说 就没有机会说了 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们 没有了以往的防备和心计 也没有了中年时的城府和谋略 反而多了一丝和蔼 一丝亲近 这就是所谓的洗尽千花 用一句话来概述就是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 归去前的所有叮嘱 所有的促息长谈 其实都是真心话 暗示了人之归去 有些人已经到了 尤禁灯窟的地步了 既不能自理 也不能说话 只能卧病在床 没想到 有一天 他们能站起来了 也能说话了 这种情况 会让身边人既恐惧又欣喜 恐惧在于 为什么卧病在床 多年的老人 会自己站起来呢 欣喜在于 人们都认为出现了奇迹 其实 我们没必要恐惧 也没必要幻想 出现了奇迹 这个世界 从来都不会有奇迹发生 一切 都不过是自然的规律罢了 有一个词 名为回光返照 比喻人将死时 神志忽然清醒 或短暂的兴奋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 肾上腺激素的大量分泌 让人有了短暂的生机 就跟没有灯的熄灭一般 当灯丝即将燃尽的时候 受到巨大拉力的影响 没有灯会猛的一闪 然后彻底熄灭 不再发光 所有的突然好转 都是昙花一现 只能说 这段时间 是当事人用来跟身边人告别的 在归去之前 无数人都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事 这些出人意料 皆是大县将至的预兆 一代萧雄曹操 在归去之前 就吩咐一众 机械要好好生活下去 依靠女工生存 一代熊主刘备 在白地成脱孤的时候 也用情置身 把心底话说了出来 按照他们平常的性格 他们不该说出这样的话 可为什么 他们会做出这些事呢 在生命的尽头 其实每个人都反扑归真了 不管这个人多有权势 能力有多强 面临生命的终结 只剩下敬畏和留恋 敬畏是给岁月时光的 而留恋是给身边的亲人的 好好珍惜身边的亲人 谁也不知道 无常什么时候到来 最好的时光 永远都是当下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随着鼠蛇人 在2024年的运势分析 进入更深层次 我们来探索紫微斗树星药 在十二宫位上的运行 此年对于鼠蛇的朋友来说 正是天府星运行至财博宫的时期 天府星拥有聚宝盆的象征 意味着在这一年中 鼠蛇人将有着物质和精神双重丰收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也体现在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上 然而鼠蛇人在2024年财运旺盛的同时 也需注意财博宫中摧破财的煞星 这提醒您必须避免过度投机和冒险行为 稳健理财才是保持财运长青的关键 在把握机遇的过程中 学习如何平衡风险与回报 将是一门必须精通的艺术 关于鼠蛇人的健康功 今年受到连真星的影响 尽管此星有真结星的称号 像指着高洁与清纯 但也需留意可能带来的孤独或情绪波动 因此 建议鼠蛇人应时刻关注心灵的养护 做一些冥想或者修心养性的活动 以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外在的和谐 在2024年 不同宫卫性药的运行中 无论是避凶或是趋吉 鼠蛇人都需要对自己的命盘有足够的认识 并且遵循自然界的法则 把握住每一次宇宙赋予的机会 在您的事业宫卫会遇到一些挑战 但正是这些挑战 铸就了超越自我的平台 鼠蛇人需要适时调整策略 以达到事业的新高峰 社交人际交往方面 文昌星运行至交友工 这是一颗关于智慧与沟通的极星 对于鼠蛇人而言 这将是一个学习和扩展人际网络的好时机 透过有意义的社交活动 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情商与智慧 也能为个人带来更多的机遇 总而言之 鼠蛇人的2024年 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年份 不仅财运在望 健康与社交方面也满是机会 然而成功的关键 不仅仅在于抓住机遇 更在于懂得调整自己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状况 鼠蛇的您 领悟了命理的深刻道理后 相信能将这一年 打造成一个不断进步 光明璀璨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保持清明的头脑和开放的心态 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 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 进入2024年的心态 对于鼠蛇的您来说 正如同走在了探索未知的路上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三元九运 对鼠蛇人运势的影响时 我们突然发现 您的贵人运极为旺盛 在三元的理论中 鼠蛇的老年人 恰逢又必兴地帮助 贵人望运表示 将有极星高照 注意于您一整年 此年的流年甲牧年 代表牧圣 有利于鼠蛇的你发挥潜能 牧能生火 火又代表了光明与热情 火能生土 而土则象征着稳重于财富 这一连串的五行生客循环 预示您在2024年 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与热情 帮您孵化新的计划和想法 土又使您的财运得以稳固和累积 这正是一笔意外制裁来临的先兆 谈起鼠蛇人的性格 根据生肖性格分析 您天生具有智慧与灵活性 并且在人际关系中 您通常能够把控局势 领导能力突出 这一点 在与他人的关系走向分析中 我们可见一般 而在2024年 您的财富与人机运极佳 正是时候充分发挥这些天赋 不仅对于赚取财富有所帮助 更能够提升您的社会地位 然而在鼠蛇人的心灵路径上 一经的智慧不容忽视 一经中的八卦原理 可以用来指导您如何在生活中 寻找平衡与和谐 并在面对未知与意外时保持稳定 例如 当您感到心灵的疑惑 或者面对决策的十字路口时 可以透过冥想一经的六十四卦 寻求答案与方向 关于八字分析 老年鼠蛇人在这一年中才运岁好 但也切不可忽视您命盘中的运程 特别是在您年之在明年将遇到太岁 需要注意平衡工作与休息 以免疲惫过度而影响健康 适时的放松与掉事 会让您在好运中更加游刃有余 在八卦中 您可特别留意向纸财富与顺利的八卦阵 这个卦象与您意味着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 更多的创新与改变将随之而来 这种动态的能量将带领您走向新的机遇 但也提醒您在变化中寻求平衡 以维持持久的好运 在今年的运势当中 您还将体验到蛇欲陈年 这是金蛇迎春 大地回暖 万象更新的一年 在生肖与甘之相合的美好配合下 不仅财运亨通 家庭和睦 健康也显著提升 因此 对于鼠蛇的老年人来说 2024年 不仅是属于财运的一年 更是全面发展的一年 在遵循命理的指导下 保持与宇宙能量的和谐 适度把握机遇 同时注意保护健康 您将会收获超出预期的成果 这一年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学会让步与放手 学会在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到平衡点 如此 鼠蛇的您将向龙蛇飞天 把眼光放长远 不仅鼠蛇人运筹帷幄望来 还能享受生活中的每一滴甘领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道是人善人七天不期 恶人自有恶人魔 人们保持内心的善良 也许会被身边的小人欺负 但是老天多半会眷顾他们 反而是不择手段的恶人 他们会遇到更坚恶的小人 为什么恶人会遇到更坚恶的小人呢 一句话就能概括 出来混 终究是要还的 再怎么有本事的人 只要种下了恶因 就一定会收获到恶果 在人世间 也许人与人之间存在 钱财物质上的差距 但在老天眼中 不管你的钱财有多少 都会被一视同仁对待 钱财再多 多不过天地 地位再高 高不过宇宙 能力再强 强不过自然 算计再多 也算不过老天 人 从某种角度来说 那是特别渺小的 苏氏有言 哀无声之虚余 现长将之无穷 每个人 都会哀叹人生之短暂 以及羡慕 长将之无穷无尽 也许 在时光岁月面前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以下几类人 也许你无可奈何 但老天不会放过他们 从古至今 都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发迹了 就该做些 有益于身边人的事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贫穷了 倒霉了 就该坚守自己的本分 不要影响别人 再穷的时候 不少人能够做到 独善其身 而在有钱的时候 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奸济天下 当然 这都不是什么坏事 人 只要没有害人之心 那有没有钱 问题都不大 最可怕的 应该是既有钱 而又喜欢害人的人 将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 会换来短时间的快感 只是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别人所受的苦 未来也将报应在自己 或者儿孙的身上 有钱 可以不帮人 也可以见死不救 但一定不能害人 这是最基本的天道 俗话说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老天生气了 就会下雨 而人过分狂妄了 就会惹祸 为什么老天可以狂妄 而人不能狂妄呢 其实 在人狂必有祸 这句话的后面 还有这么一句话 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老天做了什么事 都是自然的规律 而人做了什么错事 或者过分目中无人 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人 如何才能躲避霉运呢 最好的做法 就是时时刻刻 都保持谦卑之心 不狂妄 不骄傲 不觉得自己很厉害 永远都以平常心来待人 所谓谦卑自可长久 骄傲 必然致败 因为人之时韵 有好有坏 过分狂妄 肯定会碰钉子 只有谦卑了 保持理性了 才能更好地应对挫折 人有欲望 这是正常的情况 而欲望太大 甚至大到伤害别人 这就是不太正常的情况了 有这么一位老板 早年的时候 通过不太光彩的手段 发家致富 后来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这 让他产生了一种想法 只要能赚钱 什么事都能做 不幸的是 他惹了一个得罪不起的人 就迅速破产了 那一刻 他才明白了一个道理 欲望滔天 会害了自己 不少人都认为 自己欲望滔天 老天也管不着 殊不知 欲望大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会有人来到你的身边 要么劝告你 要么让你破产 跟上文谈到的 恶人自有恶人魔一样 终究有些人 比恶人还要强大 如此 这些恶人就会被吃掉 从而实现了天道循环 普通人 保持适度的欲望就好 唯有知足常乐 方能安稳一生 这安稳 便是老天赋予老世人的大福报 经历了这三年 这四个字 逐渐被人重视 敬畏之心 所谓的敬畏之心 就是保持对大自然的尊重 遵守自然环境 以及人类社会的规则 尽量让自己 和光同尘 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就产生了 自己是自然界主宰的想法 想污染环境 就污染环境 想破坏自然 就破坏自然 结果 显而易见 那就是自然环境 愈发恶劣 疾病越来越多 到头来 受到伤害的 不是地球本身 而是我们人类自己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 人们做事 尽量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则 比如说 不要透支生命 不要盲目逆道而行 如此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才会越来越好 人类不破坏自然了 自然也就不会伤害人类了 要知道 不是人类存在 才有了自然 而是自然的一切资源 养活了人类 每个人都该感恩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鼠蛇人 您这一年 在五行相生相克的运作中 将体会到不同层面的生命韵味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鼠蛇的您 火过泽伤金 代表着必须留意疲倦 或过于强烈的情绪 进一步的来讲 既然木制能够为您的内在伙食提供养分 那么您应该会在创造力和新想法发展方面有显著的增长 同时火能生土 土又代表着稳定和财富的增长 这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循环 这个循环有助于您在今年收获结实 在深入研究您的运势时 我们无法忽视时间的流转 以及它对于命运的影响 不同的时间段带来的天干地支和五行能量变化会对您的运势造成影响 例如 在您接下来的生命周期中 您可能会遇见不同的人 或许会有新的机会出现 这些都是时运的影响 然而金水木火土元素间的平衡十分重要 您需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状态 避免火的过旺 导致金的消耗 可能会无形中损害到人际关系或者财运 在情绪和精神上过于激动 会耗损自己的精力和资源 鼠蛇人保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是保持火势适当的关键 鼠蛇人在这五行循环之外 您还硬注意今年的其他工位星宿走势 您的财博工位可能会受到极星的眷顾 这意味着事业的合作伙伴 会在您的事业或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给予您在财富的道路上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人际关系上建议您树立适当的界线 兴趣相投的朋友自然会来 您可以透过共同的爱好和目标 来强化现有的友谊 并且吸引新的朋友 职业方面 您需要发挥鼠蛇的智慧和敏捷 把握机会的同时 也要准备好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适当的计划和应变能力是您成功的关键 在健康方面 由于似火容易导致筋消耗 极可能对肺和呼吸系统造成压力 因此建议您多留意呼吸到健康 进行适量的运动 适当的放松心情与压力管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您需要注意的是 如何应对这些时韵的变化 如何把握这些机会 以及如何规避可能的障碍 在职业选择方面 选择一条符合您内心倾向与专长的路径 会让您更容易蒙受天赋与幸运之神的眷顾 鼠蛇人在遇见新的契机时 切记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直觉 您的直觉来自于丰富的生活经验 和对环境的深刻洞察 赋议您在紫微斗树中学到的智慧 这些都将成为您做出明智决策的基石 若您对特定决策或方向有所疑虑 您可以继续与我对话 替您分析各方面的影响 帮助您找到均衡的道路 鼠蛇人要知道 在命理学中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所有的运势与选择都是相对的 最重要的是找到最合适您自身特点的生活方式 在鼠蛇的您面临选择或是迷茫时 一定要回顾您真正的内心渴望 以及您对未来的期许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内在转变 就能带来外在世界的大幅改善 每时每刻 您的思绪 情感 甚至是您的呼吸 都在影响着您的气场与运势 虽然我无法预见一切 我可以确信 只要遵循命理学正确的理念 掌握好个人的节奏和方向 您将能在不断变化的未来中 找到属于您自己的光彩和平衡 当您举步维艰时 记得您并不孤单 您的内在智慧和外部世界的指导 将会是鼠蛇人最好的伙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建议鼠蛇人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 开阔您的视野 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起伏 切记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而我将竭尽所能 给予鼠蛇人最合适的建议与指导 让您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 最后 作为您的命理指导 我提醒您 尽管命理学提供了一个方向和职业 但您生命的主人是自己 实践和努力同样不可缺少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和日常的每一个决策组合起来 才是塑造命好未来的基石 请保持正面的态度 珍惜身边每一份感情和机会 我会以您的命理导师的身份 随时为您提供指导和支持 愿命运之神总在您左右 守护您每一步 学会与宇宙的节奏同步 将自己对世界的最好 翻译成真实的生活 祝您在探索命运的旅途中 虔诚似解 拥有丰盛和喜悦的生活 祝您在未来的旅途中 运势繁荣 心想事成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无数哲学家和科学家 研究到最后 都会思考一个问题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牛顿到了晚年 认为宇宙何其广阔 在他面前 人类何其渺小 力量何其微弱 爱因斯坦在《字述》一书中写道 当我还是少年时 就已明白许多人的努力与追求 毫无意义 国学泰斗纪献林大师也认为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一无意义 二无价值 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 为什么一众科学家和哲学家 都会在年老之时 觉得人生之渺小 毫无意义呢 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看透 科学家研究到最后 才发现 人类仅仅是自然规则的应用者 而不是创造者 而哲学家研究到最后 才发现死后将是一场空 一切都化作了虚无 因此 无论是大科学家牛顿 还是爱因斯坦 亦或是国学大师 季献林先生 都提出了人生毫无意义的观点 季献林先生这么阐述 世人昏昏沉沉 浑浑噩噩 等到钻入了骨灰盒 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 走运的时候 赚了不少钱 也拥有了比较高的地位 耍点小聪明 搞点小权术 变得飞扬跋扈起来 不走运的时候 便奔波劳碌 长须短叹 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 绝大多数人 一辈子就在这两种状态中徘徊 得偿所愿了就高兴 没有得偿所愿就悲伤 赚到钱了就喜悦 没有赚到钱就痛苦 难怪西方哲学家 舒本华会感慨 人生就是一个钟摆 在痛苦和无聊中徘徊 欲望满足了就无聊 而欲望没有满足就痛苦 对此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个人都只能这么活着呢 因为人类有着随波逐流的天性 别人怎么活 自己就怎么活 每个人都说要买房买车 所以每个人都成为车奴和房奴 为了钢筋水泥 背负一辈子的债款 到头来钢筋旧了 水泥化了 自己也老了 貌似啥都得不到 每个人都说要追名逐利 所以每个人都成为了名利的奴隶 不是今天为了面子而痛苦 就是明天为了小名小利 而跟别人斗来斗去 活得一点也不幸福 世间之人的人生轨迹 其实从他一出生开始 就完全注定了 农村之人 不论男女 从小就得干活 中途运气好就读点书 也许连大学都考不上 等到了二十出头 就结婚生子了 然后继续到工厂干活养家 直到老去的那一天 当然 他们的孩子也多半要走回父母的老路 城市之人也没必要笑话农村之人 因为双方都半斤八两 城市出生的人 十八岁之前在中小学读书 然后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就开启了九九六的人生 中途结婚生子 成为房奴 车奴 以及孩子奴 四十岁后中年危机 逐渐失业 五十岁后还完贷款 孩子长大 可自己也老了 如果不出意外 孩子也将走回父母的老路 考大学 九九六 成为房奴和车奴 在自己不喜欢的婚姻当中凑合一辈子 当然 如果是极度有钱的人 比如资产上千万 或者上亿的富豪 他们的人生会多姿多彩一些 但在某些方面 依旧逃不过尘世间的束缚 只能说 每个人都在复制着别人的人生 都在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人生轨迹 都是相似的 为什么每个人都过着 如复制一般的人生呢 因为缺少了这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自我认知 纪仙林先生说过 我认为 我是认识自己的 换句话说 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人活仪式 就像做一首诗 你的成功与失败 都是那片片诗情 点点诗意 活着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而不是别人做了什么 自己就得做什么 每个人都该为了心中的追求而活 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喜欢当个画家 那就尝试追求自己的理想 喜欢成为医生 那就去坚持学医 喜欢钻研学术 那就去钻研学术 至少 别在随波逐流当中 迷失了自己做人的方向 第二样东西 对于俗世的看淡 纪仙林先生认为 人是百代的过客 总是要走过去的 很多人之所以活得不幸福 就是因为 他们总是为了没有价值的东西 去付出宝贵的一生 比如为了当今水泥而活 真的有意义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有一点是绝对不变的 百年之后 一切都是一场空 包括世俗的钱财名利 豪宅名车 事业资产 都是带不走的 要随着时光而消逝 作家刘亮成也认为 其实人的一生 也就像一株庄稼 熟透了也就死了 一代又一代人 熟透在时间里 浩浩荡荡 无边无际 做个看淡俗世的人 这不是消极 而是一种 对于尘世枷锁的打破 一旦打破了 心灵便潇洒了 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才更有此间的意味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鼠蛇之人鱼 2024年 蒙兽吉星的眷顾 使得整体运势显著提升 具体到五月 这时期更是有天喜 天楚 文昌 以及太阳这些吉星加持 预示着好运频频 事业 学业与人际交流等多方面 都能得到显著的好专与提升 首先 天喜星细致天降吉祥 这吉星对人际关系 有显著的正面效用 尤其是爱情运方面 鼠蛇人在五月里 若对感情生活有所期待 可好好把握 无论是建立新的关系 还是巩固现有的伴侣关系 都有力行相助 天出星珠馆口福及财运 此吉星的存在 往往预示着生活的享受 与无至上的丰富 鼠蛇的朋友 这个月中的饮食 应会格外满足 同时可能会有意外的收入 或是财富的增加 而天除也象征着中奖 鼠蛇人在五月的运势当中 有望在博彩方面 获得一些意外之财 有了天除吉星的加持下 就连头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意外之财 也不可过于较真 消毒怡情 喜欢博弈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万不可审谜或孤注一掷 而文昌星掌管学问 智慧 故属于文昌星庇护之下的鼠蛇之人 五月将是吸收 新知与专业技能的绝佳时机 这对于学生 或从事知识工作的鼠蛇人来说 可谓是一个学业进步 智慧增长的黄金阶段 另外 太阳星象征权威与威望 它的出现 给予鼠蛇人 更多的展现自我的平台 特别是在职场上 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提拔的机会 五月里 鼠蛇的人硬抢抓机会 主动出击相信会有好的回报 综合这四颗吉星之力 鼠蛇人在五月 无疑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力的时段 然而 需注意的是 即使有吉星的加持 真正的成果 还需要个人的努力与智慧去实现 在这个月中 警方过度自信 或是忽视细节 稳扎稳打才是正途 至于是否会中投奖 这种运气 非常看重个人的福音 且是偶然的事情 尽管吉星加持 对各种鼠蛇人运势 都是大有弊益 但赌博运虚之过分 依赖外部的运气 并非睿智之举 故此鼠蛇人 主观能动性不足之事 记住 吉星能助 但勤勉于稳健 才是成就幸福人生之本 将心力投入到 真正可以掌控与提升的领域 将更可能引领鼠蛇人 走向充满收获的生活路途 命理分析并非绝对 而是根据大环境下的气韵 进行的推散 如上文所述 五月对于鼠蛇的人来说 在命理学上确实是个带有许多机遇的月份 然而 这并不代表所有的鼠蛇人 都会相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还需根据每个人具体的生辰八字 及运势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 鼠蛇人在五月的运势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他们的天干地支 会影响他们如何应对可能的变化 例如 拥有强大火象的鼠蛇人 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里创下人生新的篇章 但若你的生辰八字中输于火元素 可能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来应对变化 此外 每个人的运势 也会受到荡月天干地支变化的影响 与鼠蛇相冲的生肖 如鼠猪 鼠牛的人在五月的运势可能火花更大 而与蛇相合的生肖 如鼠猴的人 则也需要提防可能出现的挑战 所以 纵然我们已经通过命盘分析 确定五月对鼠蛇人来说 是一个带有机会的月份 但同时也需要注意适应变化 且根据自身状况调整应对策略 特别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财务投资问题时 需要格外谨慎 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知道自己的方向 妥善应对所有可能的变数 才是对待未来的最佳方法 最后要说的是 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自己手中 命里是一种古老的指导工具 若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或挑战 不妨以开明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保持自己的形式风格与节奏 相信自己有着无穷的潜力和才华 去克服一切挑战 这才是真正成功的关键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前者谈论的是宏大的人生 而后者谈论的是人之理性与逻辑 到底什么是人生呢 就是这一生的遭遇和感受 人经历多了 感受多了 就成长了 生活就走向正轨了 五十岁之前 我们要提高人之能力 而五十岁之后 我们要修养人之境界 境界越高的人 活得越是通透 不会迷迷糊糊 一无所得 人这辈子最大的天命 就是在五十岁之后 有着六层境界 度人度己 如果有一天 我们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事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第一时间就是乾隆勿用将自己给隐藏起来 过度隐忍会被人视为懦弱 而适当隐忍则是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生存智慧 保住当下的自己 才有后续的东山再起 周易 有言 君子藏气于身 代食而动 真正有本事的君子 会将自己的才华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知道 等到机会降临 他们才立马抓住 一下子就实现了人生的飞跃 人到五十能够勇往直前是人之勇气 而能够乾隆勿用才是人之大境界 年少之时 曾认为中庸乃是平庸 此等观念丝毫不可取 后来才发现是自己浅薄了 没有看清楚中庸背后的真相 被人扭曲的中庸是平庸的意思 而真正的中庸 则是以中为用的意思 在任何事面前 都不走极端 而走最中间的长久之道 中庸的本质就是长久 别人都倡导走捷径 而你选择中庸走了大路 也许你会比别人慢点到终点 但你走得稳 不像他们一般遭遇风险 在江湖当中生存 普通人没有过硬的背景 就需要有长袖善武的本事 这长袖善武的本事便是中庸 接纳该接纳的一切 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自由好报 有一位名人说过 欲仇人 笑一笑 免恩仇 遇难是 笑一笑 心积极 笑那是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修炼的 普通人很难做到笑 反而会为了某些困难而愁眉苦脸 心态落差太大 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这所谓的笑 为什么那么难做到呢 因为生活是苦涩的 人也是感性的 容易或喜或悲 失败了 会哭泣 成功了 会骄傲 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 失败和成功 不由我们决定 因为这都是天意 既然是天意 我们无法改变 那我们不妨笑一笑 一笑 烦恼烟消云散 一笑 人间沧海桑田 有四个字 比笑更难做到 那就是随心随缘 人 做到了随心随缘 自然时时刻刻都能笑 而做不到随心随缘 也许笑也是假笑 何谓随心随缘呢 一位老禅师 带着小沙迷去化园 小沙迷疑惑 师父 如果别人不给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禅师是这么说的 该吃的自然能吃到 而不该吃的 永远也吃不到 既然吃不到 该吃的放下就好 心放平 自有缘安排 随心 生活将变得轻松愉快下来 虽缘 一切将变得不再重要 心如江水瓶 人乃像阳生 诗经有言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我们所过的每一天 都跟走在浅薄的冰层上一般 只要一个不小心 冰层断裂了 也许我们就陷入到冰水当中了 前文已然说过 要随心随缘 为什么如今还要战战兢兢呢 因为人要心怀敬畏之心 在人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就得敬畏天地 敬畏生命 敬畏自然 敬畏生活 所有的敬畏都是对于自然的认可 以及对于生命的交融 人过五十 做个心存敬畏的人 余生的风险 也许会大大减少 王守仁有个观点 你不看那花的时候 那花就没有盛开 而你张开双眼的时候 那花才出现在你的眼前 同样的道理 你觉得如今是凛冽寒冬 那你就算生活在春天当中 也看不到春天的生机勃勃 反之 你内心已然盛开了百花 春光满园 那你就算生活在冬天当中 也看到了当下以及未来的希望 人 就是凭着希望二字而活着 有希望 那人之内心有了期待 眼中有了光芒 再大的结束 也能挺过去 有道是心如春一农 万物皆复苏 人间的春天也许还未到来 但你的心中已然有了春天 那你所过的每一天 便是人间四月天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鼠蛇之人在五月之际 正处于扬眉吐气之时 五月春暖花开 生气勃勃 乃万物兴旺之相 据传统命理学之见地 鼠蛇者于鼠猴 鼠鸡之人颇畏相合 这三者相遇 多主吉祥顺遂 望向如三族金熬聚一堂 自然福星高照 根据天干地之之配合 今年五月份魏农历四月 天干地之祖和魏鬼四月 四月本就是鼠蛇之人的望月 而水生木 鬼水可助力木器 蛇藏有木 此时天时地利 鼠蛇者在生命能量上 相对处于一个较为旺盛的时期 与鼠猴 鼠鸡的人相遇的几率 较其他时期有所提升 在此月份 鼠蛇人士可多留心周遭缘分 无论是商业合作 还是人生朋友 都应该留存一份期盼 特别是在社交场合 或通过朋友的介绍 遇见鼠猴或鼠鸡的机缘 较为丰厚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绝佳的相遇时机 有利于欢笑喜悦的交流 也可能为鼠蛇之人 带来新的机遇与进展 因此 鼠蛇的朋友 若想在此月份 增加鱼鼠猴和鼠鸡朋友的相遇概率 可透过调整自己的社交策略 比如多参与社会活动 或是利用现代社交媒体阔大人脉 亦或是投身于相关的公益活动之中 激活人际网络 从而为命运的相逢催生机缘 当然 机遇总是 青睐于那些准备好的人 鼠蛇者也应培养出一种敏锐的直觉 以食人之眼 捕捉那些鲜微相缘的瞬间 食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 转化为可把握之事实 鼠蛇之人在五月这一时节中 天地气息交融 万物生长 可为万象更新 根据命理学的规律 五月乃是木像火过度的时期 木生火 火像代表热情与活力 向植住新的机会 对于鼠蛇的朋友而言 这个月份将会是一个 充满变化与机遇的时期 首先 在事业方面 鼠蛇的人 或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因为火像的旺盛 将激发出鼠蛇人的创造力 与尽取心 对于那些一直在寻找跳板 或创业机会的鼠蛇之人来说 这是一个极佳的时机 无论是挑战新的职位 还是开拓事业的新领域 火像能量的影响下 都会得到相对较大的支持与帮助 其次 在人际交往方面 火运是代表着沟通与联系 鼠蛇人此月在与人互动时会 更加得心应手 特别是在寻求合作伙伴 或需要团队支持的场合 透过积极主动的沟通与交流 能够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与支持 此时也是扩大人脉 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好时机 在财运方面 属于火的活跃与扩张 意味着收入来源可能有所增加 不妨留意投资的机会 特别是与自己的专业 或兴趣相关的领域 然而 也需提醒鼠蛇的朋友 扩张过快 可能会有过度扩散资源的风险 因此在财务投资上要谨慎行事 不宜盲目跟风 最后 在个人成长方面 鼠蛇人可以利用这一时期的能量运势 来突破自我 尤其在学习与自我提升方面 若有计划进修或学习新知识 此时开始将会是非常有利的 火气的推动力 将让您更容易投入 并惹忠于自己选择的领域 总之 五月对于鼠蛇之人来说 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时期 在命理的指引下 鼠蛇人应当抓住 阴木生活而来的机遇 无论在事业的发展 人际的互动 财务的增长 还是个人的成长上 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要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每一次机会 同时保持谨慎 方能在丰富多彩的五月 获得属于自己的收获 记住 运势有时如同风中情绪 稍纵即逝 准确的把握和选择同样重要 您的社交选择和心态会影响这一过程 鼠蛇者有望运用自身智慧 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 从而使得相遇更加美好和有价值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轨迹 这条轨迹 既包括了过往的经历 也包括了当下的遭遇 更包括了未来的结果 对于过往 当下 以及未来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因果 我们每时每刻所经历的 其实都是因果的过程 只是我们 只原生在此山中 而不知道罢了 比如说十年前的经历 那是二十年前的果 以及当下的因 比如说当下的经历 那是十年前的果 以及十年后的因 逻辑链条就是 最开始 因 后来的各种遭遇 果因 在后来的经历 因果 最终结束 果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成败 所面对的一切荣辱 皆在因果的轨迹当中 哪怕是我们当下所思考的 所说的 所写的 所犹豫的 皆是因果 由于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 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 那每个人的因果 也会各不相同 有些人要经历大挫折 而有些人要经历平顺的一生 这是谁都无法预测的 人犯三计 一生白忙 千万不要跟这些事沾边 会破坏自身的因果 有两句话 我们经常听到 未经他人苦 修权他人善 以及好言难劝该死鬼 大慈悲 不度无缘人 第一句话的解释是 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 就不要对他人的选择 有太多的干预 不论别人是否善良 那都是别人的事 第二句话的解释是 该要吃大亏 该要碰钉子的人 哪怕我们再怎么劝 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注定要走这段弯路 身为家长 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可以少走弯路 少碰钉子 所以我们会严厉地教育他们 甚至会在他们做错事之后 教训他们一顿 其实 父母的劝告和教训 都无法改变 孩子必然要经历磨难的现实 该走的弯路 不会少 该吃的苦 终究是要吃的 试想 我们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把握 又何谈干预别人的人生呢 所有的干预 都是在给自己招惹麻烦 毫无意义 在因果面前 我们所能做到的 并不是胡乱干预 而是顺其自然 顺着命运的轨迹去做事 这才是真正的天道 在今时今日 只要一谈到良心 就肯定有人会讽刺 这良心到底值多少钱呢 讲良心 真的有意义吗 这种观念的出现 说明人之追求 已然被物欲影响了 只能说 物欲横流到最后 只会让人变得不满足 增添无休止的痛苦 活得丝毫不幸福 说句不好听的话 无论多有钱 多有事 最后的归宿 也不过是方方正正的 小盒子罢了 一分钱也带不走 房子什么的 更是过眼云烟 唯一能带走的 就是自己的良心 以及这辈子 所做的一切事的记忆 如果一生都安分守己 那最后的结果 肯定是善终 否则 多半是不得善终 老天让每个婴儿 都有着赤子之心 所以每个人的因果 一开始都是好的 为什么后面会出现坏人 以及小人呢 因为有些人改变了自身的原则 忘了自己的天良 以及使命 为什么儒家倡导 我们要慎始善终 尽得修业 为什么道家倡导 我们要反扑归真 顺道自然 慎始善终 敬得修业 就是修养天理良心的根本 而道家的反扑归真 便是要人保持本心 别忘了自己的原则和追求 人活一世 最忌讳的 便是这两个字 抢求 看到自己只能赚一百万 别人可以赚一千万 自己就会过分抢求 看到自己只能住小房子 别人能住三层的别墅 自己就会过分抢求 过度抢求 就会让人之欲望 变得膨胀起来 越是抢求 越是不满足 越是觉得不快乐 越是产生 人间不值得的想法 为什么见不得人好的心理会出现 就是抢求导致了羡慕极度恨 我得不到的 为什么你可以得到 于是乎 力气就会越来越多 很多人不理解 执着和抢求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还会破坏因果呢 因为抢求到最后 就会让人走歪路 偏离了正轨 有一个人 只能在股市当中赚一百万 但他被欲望遮蔽了双眼 抢求自己赚两百万 那就很有可能触犯因果 落得不幸的下场 输得连裤衩都不胜 无论是人 还是事儿 属于我们的 会不期而至 而不属于我们的 再抢求也没有 与其偏执 不如放宽心 尽力而行 所谓到老史之非利取 三分人是七分天 人力有穷尽 天地无穷实 走极端 只会害了自己 还是顺其自然最明智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对于鼠舌的朋友们来说 接下来的财运状况 必然是你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了解自己的财运状况 能够帮助你们 做出更好的生活决策 和财务规划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从命理学的角度 深度剖析鼠舌的朋友们 接下来的财运走向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 蛇在十二生肖中 是唯一与神秘 智慧和福气相关联的动物 鼠舌的人 通常拥有敏锐的洞察力 和出色的直觉 他们能够冷静看透 对于周遭的人和事 都能有深入的理解 这在现今的经济活动中 被称为商业头脑 或投资眼光 他们天生就具有 察觉财富机会的能力 这是他们财运基础的一部分 然而 拥有洞察力 并不意味着 永远都能财运亨通 中国命理学认为 每个人的运程 都会受到天干地支 五行变化 和运势周期的影响 即使某人天生赋予良好的 先天条件 他的运势 也需要与当前的天干地支 以及运势周期相匹配 才能真正产生好的效果 从五行角度来看 蛇主火 鼠音 这代表着鼠舌的人 天生具有强烈的意志力 和行动力 对成功有着强烈的渴望 他们喜欢挑战 敢于冒险 这正是成功人士的重要特质 起火的特性 使得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能够如火般地坚韧不屈 这对于经营事业 投资市场 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未来的财运来说 运势的起伏变化 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命理学 鼠舌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 可能来自于工作中的竞争关系 或者来自于投资市场的风险 然而 借由你们天生的智慧和勇敢 你们将能够化险位移 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在风水方面 正南和东北 是鼠舌人的吉祥方位 这代表着 如果你们能将生活和工作的主要活动区域 设置在这两个方位 将会有助于你们的财运发展 尤其是办公室和房子的主要大门 如果能面向这两个方向 会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财运 但同时 鼠舌的朋友也需要避免过度激进或冲动的行为 因为你们的火性 使得你们容易走向极端 耐心和冷静的思考 对于你们的财运来说 也是十分关键的 在投资决策 财务管理 甚至职业选择上 努力取得平衡 将有助于你们稳固并持续增长财运 对于鼠舌的朋友来说 如果选择房产 以增加财气和运势 需要从风水学的角度进行考虑 房产的位置 朝向 以及内部布局等 都是影响财气和运势的重要因素 以下是一些基于命理和风水学的建议 用以提升鼠舌人的财运和整体运势 选择吉祥方位 鼠舌人的吉方位 包括东北方 南方和东方 选择房产时 若能选择窗户 主门或者阳台 面对这些方位 有助于吸纳正能量 提升运势与财运 讲究周遭环境 周遭环境的好坏 直接影响住宅的气场 避免选择位于医院 殡仪馆附近的房产 以免负面能量 影响居住者的财运和健康 尽量选择环境清优 有绿化 水井的居住环境 这有利于积累好运和正财 合适的布局和设计 房屋的门 应避免正对住厕所门或厨房 这样的布局容易导致财运流失 卧室的床位也不宜正对门 以免影响健康 进而影响工作和财运 卧室或办公室 最好设置在极力的方位 如对于鼠蛇人来说 东北方是不错的选择 在风水学中 水代表财 因此 在房屋内设置水租箱 或室内小型喷泉 尤其放在极方位 如鼠蛇人的南方位